王总 按你一说是关于翻译的事情 有点着急 先让她进来 再肯定等我一下 好的 请进 好 谢谢 你在这儿等她一下 好 你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 我是来道歉的 刚才对不起啊 那个 可以了 你不用再道歉了 你可以走了 那个 资料你可以给我吗 我现在就可以回去翻 大概只剩两个小时就可以 不用了 我自己翻就好了 大字又不论是几个 翻什么翻 你说什么 没 没说什么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中文不是你的母语 查字典很麻烦也很浪费时间 而且你还要画图 你那么忙 是吧 除了字典 你那边应该还有什么 电子翻译字典吧 借我一下吧 我这里有电子字典 你借我 我来 copy一下 你就可以走了 文件名是JSCB 在我的软件的那个文件夹里 我没时间找档案 这样吧 我把它全部拔下来 我晚点慢慢找 天哪 谢小秋 你在做什么 那里面可是有你的立川往事啊 不行 我不能告诉他 更不能显得很着急 那让他更好奇 非得找出来看不可 而且他还有电子字典 肯定看得懂 那 还有什么事吗 你有电子字典了 把字典给我吧 第一页怎么没了 撕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名字上 被画得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谁这么仇恨我 现在没了吧 那 你要真准备自己查 为了再不遭遇暴力 是 那我干吗 我给你添假 你休息吧 那个 我刚才是不是砸得很重啊 严不严重啊 没事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 等等 我们上次讨论的那些资料 我有些问题想问你 你说 坐 你上次提供的资料里有一位 文化名人叫谢霖 运 运 她是谁啊 她是东晋的一个大诗人 在温州就是当时的勇家做太守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温州市长 那她有一句 那她有一句 池 池塘生春草 圆柳变明晴 对对对 就是那一句 那是在讲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这句诗的意思呢 就是说 谢霖韵被贬值到勇家 然后又生病了 心情也不大好 整个冬天都卧床不起 结果有一天呢 她突然就拉开厚厚的窗帘 看见满池塘都长了春草 刘树呢也都发了牙 连你儿的叫声也都不一样了 于是整个冬天的心灰一栏 便一扫而空了 就是这个意思 听你这么说 还蛮有意境的 那我一个题外话 如果他们姓谢 你也姓谢 你们家 是不是跟谢霖韵有什么关系啊 真能扯哎 好吧 其实还真有关系 因为听我爸说 我们家呢 是陈俊谢氏一脉 和谢霖韵同宗 我爷爷说 我们家姓王 我们王家 也是狼牙一脉 狼牙王室 狼牙王室 这个你还知道啊 所以啊 我们唐师里说 旧时王宪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说的就是这两家人 同住在金陵城外 朱雀桥边 巫衣巷里 之前呢 彼此都是认识的 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 明白吧 也就是说 我们两家曾经就是青梅竹马 是这个意思吗 嗯 可以这么说 你干嘛好一点的吗 嗯 我先回去了 好 你在这边等我一下 安妮 你怎么还在啊 王总呢 已经聊完了 他让我在这里等他一下 好 请 我来吧 是我 你还是要跟他一样的 我来看我跟你说 好 我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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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 原来厉川穿戴整齐 只为开门送我 你干嘛脸那么臭啊 咖啡不好喝哦 我真的不知道 你约我出来做什么 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而且你现在应该很忙才对 你还生我的趣哦 你好像瘦了 你不要碰我 其实你干嘛这么恨我 我跟那个谢小秋一点都不一样 我还是把我最珍贵的第一次 都给了你 所以我的第一次就不珍贵了 男人就是狗屎吗 其实你想要知道 那个女人爱不爱你 很简单 她从来都没有主动打过电话给你 对吧 我看你现在啊需要的不是这一杯咖啡 我去帮你点杯酒 你不知道怎么会是哪 你怎么认识啊 你找的就是 你干嘛呢这么急急忙忙的 那个 王总在现场突然晕倒了 张总正带人去医院呢 王总晕倒了 是 那个我可以跟过去吗 这车上只剩下一个位置了 我是立川的助理 你看那么急急啊 就是 有什么不妥吗 这一车子都坐着高管 你凑个什么热闹 没看见我昨天差点被开除吗 巴结一下领导不行啊 我麻烦你再帮我查一下 对了 别查王丽川 查阿里克斯旺 是他的英文名 好 他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啊 华裔 你连他的名字都还没有搞清楚 不然你再看一下吧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再帮我查一下 真的没有 我都查了两遍了 中文 英文都没有 不好意思啊 谢谢啊 护士小姐 请问化验室在什么地方 从左边下去 第二间就是了 好 我先回房间了 会议室见 还要开会啊 你不休息一下 我先回房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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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这么近 哪有时间休息啊 我马上到 那阿尔寺交过来的图 我让张总审了 不 全部的图子都要经过我 好 走 你走 你走 李川 他们说你暈倒了 你好 王总 请叫我安妮 王总 王总 李川 你怎么了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晕倒了 我没事 我早上太赶 忘了吃早餐 那你有去看医生吗 不用 我做一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你这儿怎么了 插上 真是的 现场那么难走 一只手这样不够用两只嘛 你说什么 算我没说了 我去开会了 李春 我刚要去医院 你已经走了 我没事 让我看一下你的声 我真的没事 好啊 她可以碰你 我不可以吗 Jeanette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我知道 那这句话只有对我说 有没有对她说过呢 我去开会了 这自由账地均智杆 绝对不能再放手了 刚才你说的话 我是不是真的 我会爱这么多人 我会跟你一辈子的 小德 少华 立川有严重凭血症 你知道吗 如果有什么闪失 董事长怪罪下来 我们都担当不起 放心 我一会和蒋主任 商量如何处理 谢小秋脾气这么粗暴 你保证没有下一次 他那本书 如果扔得再重一点 立川现在在医院了 那不如 我去问一下立川的意见 你不用问他 你问你自己 立川如果不在这里的话 青年一期的标 你有多大把握 这个 董事长那边 谢密的事呢 我会帮你跟他说 不过以后 我不要在GMF见到谢小秋 小冠 张手华 是这样 安妮呢 跟我提出 她的身体不太舒服 想要调回酒通 我同意了 但是我们这里 急需要一个翻译 所以你一定要派 一个经验丰富 而且能够胜任 繁重脑力工作的 好的 好的 谢谢 安妮 张总 昨天王总受伤的事 我已经向他道过歉了 好 你不是跟我说 身体不舒服 想调回上海吗 要不这样 你先调回酒通 我会跟萧关说 你的身体不舒服 不太适合我们GMF 繁重的工作 不是 张总 我 没事 没关系 你去找蒋主任 去办一下手续 我会叫酒通那边 再派一个翻译过来 大家彼此留点余地 兴趣还有合作的机会 你说是吧 可是我 资料翻译这么多 把这个会开完再走吧 站好最后一班岗 这就是你要的合同 签字了 当然了 我这可是喝到第十杯才签上的 什我 你又要干嘛 他说你 他说你 我拥在你 师兄 看在你以前老帮我们家扛煤气罐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但是今后 能不能 你不要老找一些小破事来恶心我呀 我可是堂堂正正的专业翻译 最后还有一件恶心你的事情 不过办完这件就没有了 今年年终奖金 我给你担保 我再给你两个礼拜的带薪假期 国内旅游 保销路费 涨你薪资 最后剩你做公关部的主任 不错吧 不过你得去一趟温州 GMF说那边还需要有名翻译 今天就要去 机票我都给你买好了 好吧 那去温州可以啊 但是 那个王继川在不在 特地问了 不在 那就好 不过过些日子回去 你就倒是看看小秋不行吗 小冠 你太不够意思了 这 大概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 好 今天会就先到这里 我来说一个人事上的变动啊 我们的翻译 安妮 由于身体上的原因 提出要调回酒头公司 酒头公司呢 到时候会给我们派来另外一个翻译 这些天 安妮做大量的查找 以及翻译的工作 我们在此呢 非常感谢 他对于GMF公司做出的贡献 好 就到这儿 怎么办呢 谢小秋 要求调走 一个小翻译 人事关系在酒头 不是我们GMF的人 他最近表现非常的不好 上班总是迟到 交给他的任务呢 也总是完不成 对待上级 尤其是你 态度又很恶劣 刚到那天还想装命偷溜 这还是我 如果要是你哥的话 早就把它开了 怎么说 不是他要求调走 是你提出来的 你是担心没有翻译吧 我已经跟酒头那边说好了 他马上再派一个人过来 要说这个安妮呢 也真是特别奇怪 杰奈特对她印象也很不好 说她态度非常的粗暴 总部这次来的人多 如果把这种态度反映给总部的话 对我们上海分公司的形象很不好 我知道的 你对员工呢一向宽容 笑话 谢小秋 留在这里 如果一个翻译不够的话 再请一个就好了 一起坐 比较轻松 你觉得呢 当然 但是不要告诉她是我的意思 好 你 逸川 要不我说 下午就别去闲聊 修饰一下 好 要不然姐那天又要抗议了 怎么能不去 可是还没做完 我回去洗个澡就去了 好 干吗 干吗 这手 啊 好 你送错地方了吧 你送错地方了吧 你送错地方了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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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Janet 我是爷爷 爷爷 对啊 那个立川在吗 好 那个 立立立川 在在在的 在的 再洗澡 我让他十分钟之后 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啊 我有急事 你叫他接电话吗 喂 现在啊 好吧好吧 我知道了 有了 记忆记忆 王总 安妮 王总 电话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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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董事长 姐姐 我那个 有点巧了 是不是 我正在洗澡 是啊 我已经去了 数据 走啊 我已经传给龚伯伯了 一切都没有问题 不会的 好 好 这叫 好 拜拜 那王总 你看要不要我去找一下张总 问一下你要的图 什么时候画好啊 好 非常好 好 那你这边 没事 没事 你去吧 小心别着凉啊 干够了吗 好 够 够了 那还有事吗 我还有一点事要问你一下 那你在外面等我一下吧 嗯 我是指那个外面 我站到那个上面去 你快点啊 好啊 好啊 是啊 小秋 你在里面吗 对啊 在洗手 说吧 在我干吗 他们说你平血是不是真的 当然没有 胡说八道 那这些年你是一直在生病吗 没有 你这里没有擦干净 你这里没有擦干净 可以了 可以了 你 你衣服还给你 那 我走了 嗯 来 你 不是坐飞机回上海吗 我一会儿坐长途车走 哦 那如果你不想半夜才到的话 早点出发会安全一点啊 啊 安妮 借一步说话 刚才的事情 是我处理得有点急躁 对不起 我们希望你能继续留下来帮助我们 你这些天 你的翻译量的确很大 不过换一个人的话 也一样承受不来 我让九通再增派了一个翻译 你们一起干 彼此都能喘口气 真的 谢谢张总理解 那个翻译姓叶 我争取让她今天到 姓叶 是叶靖文吗 没错没错 那我可以去接待 帮她去安排房间 嗯 好 那你一个人去 我还是有点儿不放心 我陪你一起去吧 少皇 还是你一个人去吧 我现在很放心 去吧 姐妹好巧啊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了让她走吗 一个翻译实在是忙不过来 在这紧要关头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吧 是不是有人给你压力啊 怎么会 现在都以中标的大局为重 我 我还有事 实在来不及了 对不起啊 我好了 辛苦你了 钨川 你什么时候会来温州啊 下个礼拜 不是 立川这阵子身体不是很好 他有时又去现场又通宵 他有去过医院做一次检查 还是我逼他去的 爷爷打电话他也不听 你最好今晚就到 爷爷那边我会跟他说 我们争取三天内回到苏黎市 谁顶替他 张绍华不行吗 那你跟谁在一起 Renee 她好 好 你就带她一起过来吧 好 谢谢 太丰盛了 欢迎宴嘛 你不是喜欢喝肝红吗 我们来瓶肝红吧 好啊 服务员 什么事 麻烦来瓶肝红 没有肝红 肝白醒吗 怎么会 肝红是很正常的酒啊 我们这里是GMF的特供餐厅 不提供红葡萄酒 为什么呀 说是有一位老总对葡萄过敏 哪位老总啊 难道肝白就不是葡萄酿的了吗 我们接到通知 无论是在什么场合 GMF的餐厅都不提供红酒 或者是红色的饮料 不好意思啊 每天都会在一起 不得好 你现在金氏 离开了 你这位老总是 你这位老总是 这位老总 一定是 这位老总是 他是 他很正常的 布不把 他只认为 他只认为 对 他只认为 他只认为 在最认为 没有变化吧 有啊 首先 瘦了 面容好像憔悴了一些 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找到当年的感觉呀 难怪有人说 沉浸在爱情中的人 是不会发现爱人的变化的 沉浸在激情中的人呢 一旦激情褪去 完美就变成了寻常 寻常你还盯着人家 他也真够能装的 明明你就坐在他面前 他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对了 昨天他拷走了我的立川往事 他问我要那个电子磁点了 然后就把U盘给他 结果呢 他图审市 就把我整个文件夹拷走了 当时就蒙了我 你是电脑白痴啊 你就不会藏在 那个隐藏目录下面 你别着急了 反正李出来 也不懂几个汉字嘛 像那种言情小说 懂九百个汉字的人 就能看个大概了 再说他还有电子磁点 那 那你有什么好怕的 反正你也没有写 什么不好的东西嘛 我承蒙你的指点 我把它写死了 对了 对了 那个癌症车祸什么的 东赖尼非得说那样写 点击率才会高啊 我当时不知道他会看见的 那现在怎么办啊 我得想办法把它删掉才行 你一定要删掉 喂 喂 小秋 经文到了 到了 我们正在吃饭呢 对了 小冬下午打电话来说 他实习结束放假了 明天要来上海找你玩呢 小冬 他怎么没有给我打电话呀 对对对 我下午手机静音了 我已经告诉他你出差了 要不干脆我带他去温州 顺便看看你啊 不用了 我这两天真的是忙得焦头烂额 这小冬也真是 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搞得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 他也没想到实习会提前结束嘛 要不这样 你忙你的 我带他观望上海 替你进地主之宜 不用 他都多大了 你还管他 公寓的钥匙还在我这儿 你帮我跟小冬说一声 让他住旅馆吧 那他就住我家吧 我家有空房间 那不行的 太麻烦你了 喂喂喂喂 你跟我客气就太见外了啊 好吧 那谢谢你哦 放心交给我吧 没问题的 不用担心 嗯 拜拜 好 再聊 哎 肉麻 轻轻我我 你呀 真傻 人家现在还没有当你是什么 你就大包大懒的 他弟关你什么事啊 哦 我就带他逛逛上海 替你进进地主之宜吧 人家根本就没有搭理你 你就这么热心想看人家姐夫啊 你这个白痴 怎么了 心疼我 怕我吃亏是不是 哼 那可不是 虽然我不稀罕你 可是我也受不了别人这么对你 我刚刚打电话 你坐在那边看半天 在看什么东西啊 谁叫你不理我 你看 如何嫁给亿万富翁 就快结局咯 啊 这么有深度的书啊 啊 高度概括了你的人生啊 去什么呀 好了 你来很久了 咱里回去吧 我留下来陪你吧 今天是你爸的忌日对吧 不然你也不会一个人 安生叹气 在这边待两个小时啊 这就是 好了 你来这里很久了 咱里回去吧 我留下来陪你吧 今天是你爸的忌日对吧 不然你也不会一个人 安生叹气 在这边待两个小时啊 还是谢谢你 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来江边陪我 王啊 是怕你想不开 也投江了 毕竟我跟你是朋友一场啊 这个季节 江水还是很冷 是啊 肖伯伯怎么会选择投江呢 其实一定还有更舒服的方式 药是我 刚去吃安眠药算了 他走的时候特地穿了一件大棉袄 我还记得他临走之前 我还特别问他 爸 天气已经这么暖和了 你怎么还穿这么多 我还记得他临走之前 我还记得他临走之前 我还特别问他 我爸说 他判了 这就是他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尸体不是还没找到吗 也许他现在很隐姓埋名 生活在某一处呢 不可能啊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最多是岩浆而下 魂归东海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每年都来这个地方的原因吧 你想干吗 想招魂哪 肖爸爸 你快看哪 你快点写写淋巴 喂喂喂 你干吗乱喊什么 你有什么事情就放在心里 但是你不觉得说出来比较痛快吗 你不敢喊 我帮你喊啊 肖爸爸 你快看哪 肖官来看你了 你快看哪 肖爸爸 你儿子来看你了 肖爸爸 你快看哪 肖官来看你了 你看啊 你的意见哪 他这个节奏呢 从这边 你嘴巴 这个 再改动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请问一下哪位是张总 这位就是 张总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九通的翻译叶静文 小叶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房间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好 我特意来找您报到 顺便问一下我的工作安排 是这样 安妮这次比议任务比较重 所以说你帮她分担一下吧 你们俩一人一半 口译方面呢 你们各司其职 她负责王总 也就是立川先生 你负责另一位王总 她马上到 另一位王总 是立川先生的哥哥 王济川先生 怎么 认识 认识 那就太好了 那就不用举牌子了 举牌子 姬川先生晚上十点的飞机 到温州 你负责接待一下 我也知道 你也是刚到 但是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实在处不住人手 你去接一下 我派司机送你去 好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就好 辛苦啊 我先忙了 这奇怪啊 小夫说来接我们的 还有我们自己下来找车啊 夸张 太厉害了 开出来 可能错过了吧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一直在那边等你们啊 没想到飞机说晚点了 我去了趟洗手间 你们就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 王总 欢迎来温州 叶小姐是吧 叶文静是吧 是叶静文 都可以 这位是 这位是 Mr.Rene Dubois Mr.Dubois 你好 你好 就叫我Rene吧 我在清华念过纪念学 我会讲中文 嗯 Rene呢 是研究东方建筑的 在大学教书 也是我们GMF的设计顾问 我跟他做了这个模型 做了两天两夜 来 拿好 来 车停哪儿啊 哎 叶小姐 你知道你刚刚摔坏的东西 有多重要吗 是我们辛辛苦苦做的模型啊 那 你们就再做一个吧 说得那么简单 您来做 好 这 你那么凶干吗 我又不是故意的 这是偶然事件吗 还有 你懂中国文化吗 孔子的马就着火了 他先问人有没有事 再问马有没有事 哎 你们两个大男人 我为了拎这个破东西 我的包也受伤了哎 等等 等等 那个 我我刚才没听清 马烧了 你的马才烧了呢 哦 我 我明白了 你的包没事吧 人没事吧 嘿 看 别生气啊 别跟他说了 来 这这两千块 你买票回去 走人 什么意思啊 还以为我解释得更清楚吗 你会被打 走人 你被打我了 你没资格 你不是我的老板 我的行政关系在九通 你说了不算 你老板是谁 萧坤是吧 我认识他 我打给他 打呀 打呀 快打呀 你现在就打 好啊 我告诉你 萧坤的导师就是我爸 他不敢招惹我的 还有呢 你要搞清楚 是张总说人手不够 请求九通叫我来的 请注意这个关键词是 请求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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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听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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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大家小小气 我们坐了很久的飞机 很累 自然心情也一半 然后模型又摔了 我们大不了再坐一个好吗 先回去休息 好吗 好 叶小姐 我告诉你啊 别让我再看到你 否则 你在深夜的旅行 我希望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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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什么女人啊这是 气死我了 你 你看 对 我最近太忙了 然后我就不去接你了啊 小冬 到时候萧大哥去接你 你就站在火车站门口 不要乱走啊 那个 对 你也别太麻烦人家 听到没有 好 就这样 拜拜 小秋 这么晚还在跑步啊 锻炼身体啊 你等人哦 机船要来了 所以我在这里等他一下 靳雯不是去接他了吗 他们好像在机场搞得有点不愉快 所以各自分开回来了 各自分头行动 你不用担心 靳雯一定没事的 他今天刚到温州啊 人生地不熟的 而且天都这么黑了 一个大男人独自走了 把一个小姑娘丢在那儿 相信我 这不是我的兄弟 这是你的兄弟 李川 阿雷 你来接我啊 来 在路上好吗 Renee 你好 你好吗 你好 安妮 我最喜欢在人醉酒的PA 你好 你好 王总 那个靳雯真的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 没有 没有 我介绍一下好了 这位是Renee 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她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合作伙伴 我们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都是Renee 当然我们三个感情非常亲戚 还有这位 这位就是我的翻译 谢小秋小姐 祝你平安 永远 爱你的小秋 你好 Renee 你好 谢小姐 姐妹说你们到了的时候 上去跟她招呼一下 我们上去吧 好 那我们先走 一会儿见 你要不要 不用了 我在这里等靳雯就好 那好 好 喂 吉川 嗯 听说你跟叶小姐 在机场那边吵架 吉川你要开除叶小姐 叶小姐生气了 她把模型给摔坏了 她好像今天才到温州耶 所以 那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的吗 她不是GMF的员工 她也不是你的下属 我觉得你应该跟她道歉 什么 什么 不 吉川 不 你不去 我去 杰文 你没事吧 没事 听说你跟吉川又吵起来了 你别跟我提那个龌龊小人了 对了 李川那个备用房卡 我去前台还一下 你怎么有这个 我去接机呀 我不知道航班号 我问张总 张总又问李川 她又不在宾馆 说把航班号打出来 放在宾馆的桌子上了 我就去前台取得备用门卡呀 这个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你干嘛 我要去把我的文件删掉啊 什么文件啊 李川往事 对了对了 快去衫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 快快快快 走 叶小姐 嗨 王总 欢迎来到温州 你好 王总 听说你在机场不是很开心 我带机穿上向你道歉 那个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小事情啦 房间安排好了吗 是几家房 这 这 有啊 房间 几 几号来这儿 1206 对对对 1206 等了这么久应该饿了吧 等一下叫点房间服务 送到你房间 你太客气了 没关系的 那你赶紧休息吧 走 走啦 走啦 你看我干嘛 看看你刚才 那个花痴的样子 你还好意思说我啊 我现在啊 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只要立川一回来 你和他之间的深仇大恨 就突然一笔勾销了 为什么 你想让立川回来 一千封信都不够 可立川想让你回来呢 一个眼神就够了 这就是差距 这就是命 你认了吧 小秋 你还好意思说我 给你两个眼神 你看你就犯花痴了 你就在这儿慢慢犯花痴吧 我呢 要去继续执行我的任务了 慢一点 没问题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小姐 你好 哇塞 您点的餐到了 什么什么 哇塞 立川也太体贴了吧 吃点再走啊 你慢慢享用吧 拜拜 不吃了 拜拜 你知道他把我辛辛苦苦 做的模型残了 我们的心酸还可以 再做一个嘛 不要这么小气 我花了很长时间做的 记彩 好啦 要除作你过一起哦 好好好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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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真是 不做的 不做的 太精彩了 但是很多人都不做的 不做的 好 好 不做 不做 太精彩了 那是多干什么 秘密 密码 立川会用什么密码呢 一定是最简单最容易记的 生日 密码错误 谢小秋 自恋了吧 立川最喜欢的歌星 最喜欢的猫 蜜雅 我下次记住了 你这么爱吃的话 这是LDW老店位 聪明啊 来了我们云南以后 吃了我们正宗的过桥米线的智商 明显高过你的海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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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立川 这些年一直使用着这个密码 主徒明天摊取出来 我今天晚上还要加班画文 我跟 seráv Jeg r 比这个工程还助力要 停止工作 马上睡觉 我来 我来 你的床内有没有五百只杀 我今天晚上睡这儿了 你应该叫我监视你 不行 不行 你不能睡这里 你会去房间睡 为什么 起来 你干吗 去你房间睡 真的 我们很久没有谈心了 明天见着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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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这个李川什么时候才会睡觉 我什么时候才能逃之夭夭啊 李川的衬衣 李川的味道 还有这苏母铅笔的气味 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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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躺在你的怀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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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我送你回房间 我要睡觉 睡觉了 睡觉了 那你说这边吧 我说这套鞋子 我说这套鞋子怎么睡 妈妈 胡子 妈妈